21年老国宅也攀六字头 想当大职人3000万入门价 国宅产品在台北可是热门产品 价格也具优势 如果又是面何景还能拉抬身价 北市中山区继合国宅二旗 屋龄21年的大职美梯花园 台语富豪当邻居 一直是北市热门社区 大职美梯花园位于乐群二路 总户数共2253户 总楼高8、10、12楼 建案规划住宅华夏店面 学校为双语的滨江国校 滨江国中、西湖国中、北安国中 根据实价资料 大职美梯花园过去成交单价 主要在五字头 个别面何景的户别 成交单价涌到七字头 不过自去年9月之后 出现个别成交单价六字头的物件 到今年8月前 都陆续出现六字头的成交价 平数43-57平 单价60.4万到63.8万 总价2700万到3600万 大职因为高端物件价格不断走高 所以连带拉抬了大职中古物的行情 而大职美梯花园 今年的单价在进阶 稳定成长到六字头 住户多元 在地房中表示大职美梯花园 在去年下半年陆续出现单价六字头的成交行情 到今年变成稳定出现的情况 社区最早在2001年给地主的配售价 三房仅377万 后来地主拿出来卖 涨到600多万 20年前购买三房只要600多万 现在买三房全壮47平住宅 平均也要2800多万 社区行情涨超过4倍 当地人都低迫眼镜 他也坦言 总价3000万 其实是大值的入门价 相较附近豪宅林立 该社区房价CP值反而比较高 那因为社区呢 其实吸引了不少有钱人 像附近的豪宅屋主 专门就买这类的物件来收租 那因为这个社区的生活机能 其实和附近的豪宅相当 其对面就是万豪酒店 大值CPD 走路10分钟 可达加勒福 开车不到10分钟 可到美丽华百货公司 大值的发展不断颠覆市场预期 大值美提花园 临近内湖科学人区 吸引30至40岁 内湖科技新贵来买房 社区买盘多以刚性自助为主 早期总价不到2000万 能买到三房 就吸引到台北的有钱人 那因为是国宅的关系 所以房价常年被低估 但社区房价相对好入手 随着大值的发展水涨船高 买不起上亿豪宅的上班族 就会考虑买国宅 无形中也把国宅的单价冲上去 房价相对保值 至于社区缺点 社区超过2000户 户数较多 亦有小孩吵闹 楼上是否有太活泼的小朋友 领心有漏水事情 社区也有跳楼事件发生 入手前应多方打听